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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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在場的嘉賓、朋友 包括線上觀看我們直播 關注我們講座的朋友 傳媒朋友 下午好 感謝大家百忙之中秋空出席 我們這次的講座 我是Cathry 今天的主持 Rehearsal Just for rehearsal only 在場的各位嘉賓、朋友 包括線上觀看我們這個講座的朋友 傳媒朋友 下午好 感謝大家在百忙之中秋空出席 我們這次的文房講座 我是Cathryn 今天的主持 亦都是一陣負責 英語部分的講者 首先我介紹一下自己 我本人是澳門古館古典商會的理事長 中國根的總經理 以及清華大學蘇富比藝術學院 藝術管理學的石士 首先非常感謝 觀樂儀基金會 今次對這個講座的支持 特別是感謝觀樂儀博士 一路以來 對傳承中國文化的貢獻和弘揚 我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令到我們有機會 可以令到更多的澳門朋友 可以了解中國的傳統藝術 提供一個平台 給我們互相交流 好晚安 Good evening our lovely friends and media parties those who are on site and watching live now I'm Catherine today's host and speaker of the English session I am the director of Macau Antique and Furniture Chamber of Commons the general manager of Old House Gallery and hold a master's degree in Art Business at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Songbis Institute of Art 是蠻 honor的 having you here on this happy Friday night. First of all, we will have to express our thankful to the support of Louis Kuhner Foundation, especially Dr. Kuhner for promoting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art over the years to provide the platform and opportunity for Macau people to learn about Chinese culture. 以下来我们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今天的主港人冯联华先生 Now let's give a big hand to welcome our main speaker Mr.冯联华 冯联华先生是澳门古玩古典家具商会的主席 中国根的行政总裁 亦都是一位非常资深的收藏家 从事古玩行业已经有三十多年 今天很高兴 都为大家带来了四件精致的产品 和大家分享的 希望大家在短短的一个钟 可以放松心情 抛开平时工作和生活的繁锁 融入到自己在文人生活里面 享受艺术为你带来的美好 Mr.冯联华 is the chairman of Macao Antique and Furniture Chamber of Commands The CEO of Old House Gallery and a Chinese antique collector with more than 30 years experience in the Chinese antique industry Today he will share four of his private collections I hope everyone would get away from the busy work and life for an hour to amuse yourself in art and discover the elegant and authentic taste of life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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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很感謝大家來到柳林的嘉賓 以及在線收聽我們的朋友 感謝觀樂儀基金會對這個講座的支持 特別是名謝觀樂儀博士多年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貢獻 我們才有這個機會和澳門的朋友 一齊去了解中國傳統藝術 有這個平台,讓大家一起交流 今天的講座標題是文房瓦翠,木器專題講座 說起來,今年的疫情影響了大家的生活狀況 我們想起這個日子,大家都是這麼困難 有什麼好意做到的呢? 我們想起一個想法就是 不如令一些人帶動到文化事業 從一個藝術的角度 去看看大家有靜下來的心境 不要去關注到那麼多負面的影響新聞 這樣就盡量去嘗試投入 好像文人 以前古代文人對藝術的愛後 那種情趣 對呀 那麼一看自己呢 營造了文房 就有一個氣氛 啦 所以說要做這一點 我們必須學習 我們才能建造我們的研究室 一宗室 那什麼叫文房呢? 應該… 大家知道什麼嗎? 對 我可能在座 有些朋友會知道 其實文房這個概念 是很廣泛的 在出現的時間 根據記載 就原始於漢堂 在明清時期 就比較鼎盛 也好奇 在書面上理解 文房是文人的書宰和書房 這樣都慢慢引生到文房用具 Scholar Studio implies not only a physical space that's designated for academic study but the objects that appear in a Scholar Studio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Scholar's Objects in various forms Scholar's Objects refers to one's thought and an authentic taste of life therefore many unique and delicate Scholar's Objects were created 現在我們說文房的概念 文房那兩句字 好像北密子彥 但實際上文房是很廣泛的 是繁多的 材質多樣 情趣各異 如果舉起來 也挺壯觀的 舉個例子 古代的文人 為何會沉醉書房的樂趣 用他們的藝術去寄託 思考 創造的心境 以物換情 以物換之 逐漸產生了一系列的小件文房 他們喜歡獨具味 尹味的把握文化 在書案上 有文人的點絕三位情緒 文房的格調 是用木器 當代的木器 是文人雅士的首選 為何在這麼多清貢之中 他們會用木器來首選 因為他有獨特的韻味 有文質的貴麗 自然的神韻 達到他們文人 追求朴素的精神 達至極端 木作以前 歷史上延續到生活的起居根源 無論從平地而起的房屋 登台入室的家具 直至擺岸圖的戲名 都是木作著 扮演著巨大的特徵的角色 對於文庫的公屋 海角色的物質 是最多的小物質 野心的文化 原本的紀念 甚至用此滷 是碰到某測度 上延續的物質 是最協中的文化 正在書物質 以上的木eted 桃圖 打造成画面 東公文文文化 和水 向文化 其口称 並不銀質 至實際部分 refin an essential part of our life? 古代文人很廣告雅趣 无论在书房、读书写字 弹琴苦增、品茶客戚 他们都要焚香 增添了义趣 在宋代之后 焚香的文人雅士称为世伟之一 因为焚香多为香软、香饼、香木料 那么就有香品容易飞发了 就有个香盒的应运而生出来了 读书写字 The scholar pursues the artistic environment they used it to burn incense when they were studying, enjoying tea, pain yin qing, wei qi which means chess Incense burning is one of the four arts of life in Song dynasty Burning incense would create a relaxing environment The early production of incense comes in various forms and they expire easily Therefore, incense boards come into being It is a small container for putting the incense 我们现在说了紫坛坑金银百宝 何年鱼盒 何年鱼盒 这个是 嗯 忘记了 伯寶寒是清代那时是很高级的技艺 在七系和木质的文房里面都有应用 由于它的材料繁多 着磨工艺比较复杂 所以清代是很名贵的装饰工艺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盒子 它的材料多样化 形成了色责、鲜艳、工艺、细致 所以民间做不到这个工艺 这是一个装香料的香盒 这是一个装饰工艺 Creative Arts in Qing Dynasty 這個紙壇鴨是裝香料用的 它是四方 海堂、偉角 四到好像磚豆腐 我們有些這麼小的叫豆腐 有些叫漢堡包 原那些 偉角是十分極之名貴的 它是用紙壇木咒 紙壇木的包裝是非常漂亮的 造工非常精緻 裡面有黑漆 裡面有黑漆 外面有金線 一般用金線來繞的比較少 一般都是銀線的 水浪文用金線 河葉徑用銀線 鴛鴦和花板 是螺點 這些是馬鈴 工藝 突顯到它是多姿多彩 這些是一個 故宮就辦處的工藝 大家都可以看下 這個故宮收藏的文房小櫃 去對比一下 在市面前 內的 還有 原上有的 原本 貼紙壁 垃圾木 然後 我们现在讲大意见 我们现在讲大意见是笔藏 笔藏是用来浪笔的 笔藏起源比较早 南朝时期就有记载笔藏 这样就是试管为一藏 一二三四 试管为一藏 所以叫笔藏 所以现在我们现在介绍了 G-10的笔藏 这四十字笔藏 这四十字笔藏 是笔藏、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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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笔藏是尊重的 所以我们用 contrag P Savna 我们用内容 使用笔藏 好像家具 能够认为 ód藏 zi帕王 大家都算合規 在你出现说 中共笔藏 这幅显然少 notable 但我们使用笔藏 那是笔藏 这是中共的笔藏 不藏是清中期的 古时不藏多用语慈气和触目去做 尺寸不会大 多数是岸甲营 坐托营 书卷营 深受历代文人 默克的垂青 在书本头龙的文具雅编里有广告 长七寸 九寸二 拨两寸 这样是用紫坛木和烏木为最佳 这是紫坛木 大家 大家 用紫坛木和烏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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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间都可以拿来用 而两种思考 是比较丰富的 无论笔床和墨床 在书斋里面的小用品 都是文人的精神寄托 这枇坛木和烏木 大家可以看一张头 是台北国立故宫收藏的笔床 它是多陷了鱼 这个是台北故宫的 这个是台北故宫的 这枇坛木和烏木 是极之相似的 这个机坛木和烏木 这个机坛木是按钛的 不可以缺少的 因为它是摆在文房的小件 盛载文房小件 一般在案桌上使用的 主要是层次文具 雅碗和书席用的 譬如刚才的香盒 分流等等 是配套的 This is a small g-tang table. The small table is significant in scholar's studio. It is used to place the small scholar's object, stationary and books. 古时候,书房是十分重要的场所来的 因为文人对他们的布置设计是很重视 因为他们反映到主人的学识、品味和审美 古时候,文人对书房的摆设 小鸡层切、楼具、香盒、茶具 或者书冊等等的文房用品 而小鸡放在案头上 更加体现了文房雅气的 古婆文人的喜爱那种风格 The scholar's studio is an important place for the scholars. Scholars pay great attention to its decorates. It represents a scholar's intellectual curiosity and aesthetic taste. A scholar's table was usually filled with beautiful painting, calligraphy, troops and artist scholar objects such as brushport, sensor, water dropper, etc. This small gitan table is placed on the top of a large table. It's like this. So they will place this one on the large table. It is better to show the beauty of the scholar's object. 好 現在提及紫檀嵩雲石拖泥, 长方机 它是用雲石面皎 雲石的纹理很清晰 但以前古代很多时的案台小鸡 都是用石面皎 方便打理和坚硬 举顯的颜色 两种颜色撞出 这样是文人的思考比较丰富的 這雙雞的皺形是簡潔 但你看到它的調理、線條、腳形的彎道 是極之細緻的 這個裙子是一條過的 極之細緻的 下面還有拖泥 令到雞雞的腳比較堅固 With the marble inlay on the top of the table waisted and plunging to the big edge apron and four curved legs ending in hoof feet this feet is called hoof feet all supported on four scratches the trimmer wild figure and in a smooth dark brown color the pattern of the marble looks like a landscape painting It enhanced the beauty of the items the form is distinguished by the simple elegance of its design 大家可以看下一張圖 是故宮出版社的子彈陷李石的方機 是一個藝術的 貝錄 這就是藝術的一些同性配色 在莉聚建室的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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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文字ī〉 建牌幻启斌「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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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寶「寶「「寶「寶「寶〉 现在我们讲最后一件鱼耳 鱼耳古时候又叫做骄军 又叫做执友 在魏晋时期用来拗痕 南北时期在战争用来做指挥作用 在清代时有吉祥和拘邪的作用 呈在美好愿望的含义 在皇宫礼节时不能缺少愚意 在清代时 大臣和往来都有愚意 所以愚意有吉祥和平均吉祥的意思 谢谢 愚意是一个很重要的陈接品 无论在宝座旁边寻宫案台上 都是放了一个愚意 帝王、妃笨都是用来把玩的 即使是新皇上任、继位都是用愚意 意义是重大 大臣都是将愚意献礼的 皇帝当大臣立功时 便将愚意赐给大臣 三双愚意是庆隆时候特有的 三双愚意 这个是头 这个是手 这个是手 手、身、尾 三双 三双是双有饰物 故称是三双愚意 这个愚意是用黄勇木咒 柄是云头 随形出有的线条 中间是垢障牙 障牙的人物风景十分优势 中间是垢料 那个料之后的龙上很生猛 这个尾部是鱼饰蕊 再说到厘髓 这些施水 日本人看来可能是这么多条 但实际上不是 它是一条积出来的 一条施水来围 编积、打圈、打结 轿来轿、积来积去积出来 而这种工艺是习宾、考究的 这个施水工艺是宫廷一大特征 所以这些是宫廷就办处的风格 千万 这是一条施水工艺 它是用于车水工艺 它的小鲜水工艺 它是鲜水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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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實際上是只製造在一幅上 這幅廟是非常重要的 在秦殷附近 這幅廟是製造在一幅上 製造後製造後製造後製造 這幅魚的木深是黃養木咒 牠鯛有八吉牆 西番蓮花 是佛教、信仰的人比較喜歡的 而物地產的工藝 是很難遷 技巧超高 技藝超高 因為牠是把頭岸留住 挑出來再製造底部 製造底部時 牠不能弄崩線條 不能製造一個位 所以一製造錯 牠就不能牠 有時牠的頭岸就沒有了 所以這製造工藝 比工藝和文房人 比較喜歡 比較選用 這種工藝 這製造工藝 有六層石 有六層石 有象牙、有鳥、有鳥、有寶石 所以有珊瑚、有虎爬 所以牠選用了很多材料 雙瀚的工藝 這製造工藝 令牠的工藝 超著 優勢 和突出色彩的所在 這製造工藝 古靚 their奥 weekends they reside inry cantidad of clothes and the computator would operate often in christians art they were popular decorative elements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in Buddhism these eight symbols are good fortune happiness and longevity. you can see the symbols here but maybe maybe we you can take a look later after this session embellished with various PCS jewels such as the turquoise, the ruby, coral, and ivory, and other PCS jewels. The exceptional subject is obviously foam and imperial calfmanship. This is the collection from the Palace Museum. You can take a look and compare with it. Thank you for joining our session today. Once again, thanks for the support of Rui Gunha Foundation and Dr. Gunha.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today for the session or about the objects, you can ask now. Now we have some questions. Any questions? Yes. Mr. Karn is asking about the value of this Rui Sutter. Yes. This is a 即是他比较… 木質結柔 柔結 所以… 到時慢慢跟你聊 那個明君問題 多謝關主席 還有關先生 所以… 這樣吧 我先回答 好嗎? 這個因為是乾隆時期 他是三雙二的 所以他那時候 以前的爭執已經是有個彎道 有個彎位 所以他的設計 都是有少許改良 變成功利多了 所以他的營造大致上 都是取決於三個彎位 因為這就是三個彎道 原來是一種彎道 原來是一種彎道 所以你會看到這個 因為我們用這個 你會看到這個 你會看到這個 其實… 其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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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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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thank you for your question this is a very good question Hi Hi. Thank you, Mr. Voong I'm really enjoying your talk you mentioned the wood-material especially mentioned the town of Hongwarly but both of them actually are very ambitious very expensive and only reserved for I-class as you mentioned for Petit city 我想谢谢冯先生的讲座 您刚才讲了木器 特别是名贵的材料 纸炭跟黄花磷 纸炭跟黄花磷都不是中国国产的 基本上不是中国国产 他们是为了精英而制作的 所以我想问一下 普通的中国木器材料是哪些 谢谢您 OK 好了 我很感谢杨教授的提问 中国普通的木材 都不算普通的 说好一点的 除了黄花磷子弹 做家事的 有铁力木 举木 蓝木 影木 这几样是熟一点 是标榜一点的 我说广东的孙芝 但孙芝各限于广东多 变成文化 就无法踩入宫廷故宫的风格 上海那边 晚清开始有些孙芝 广东明朝已经有了 比较早一点 取材方面 所以其他 其他就来自有些 颤木 或者普通的那些木 就是普通的民间用东西 一般有钱人用举木 铁力 蓝木 影木 这些家事 所以王花磷子 和 Bob's wood 是比较贵的 而是比较贵的 但很多人 其实他们用南木 和这种木 或者補充了一样,还有榆木,北方是很大, 有很大面积的榆木,用榆木就了诗上七面,以前是很流行的,下一条问题呢? 冯先生你好,今天这个讲座非常精彩,我们学多了很多东西,我想问问,现在我们这些清宫的物件,全世还多吗? 例如你这个预意,第一个问题就是,还剩多少度?第二个,想问问,现在这种清廷的工艺,可不可以在现在的时代做出来? 有没有传承现在的现代人,可不可以在这种工艺呢? 好的,刚才你,麦先生,有两个问题,对吗? 一个问题就是,可不可以回答出来? 一个问题就是多不多,对吗? 好的,至于是很漂亮的工艺,工廷就工的东西,应该不多,在市面上? 是在市面上?大厚,大厚,大厚,大博物馆多的了 至少我今天拿了这件出来,我想也不是有几件相同的了 所以应该不多的 好了,那工艺能否做到呢? 如果是全城用手工做出来的,是有可能做到的 但应该是不做到的酝味出来的 但大部分都不会这样做的 要是怎样呢? 你一说新做的,他就给不到这样的钱 他就给不到这样的钱 变成了,他大部分是不会这样做的 也可能是不做到的 他以前,为何不做到的? 他以前,由此一手一脚,他拿了材料 他都是用刀劈了,用锯锯了出来 你现在可以先戒掉出来的 戒掉出来,可能是刚刚弯道的小小 差一点的韵味就没有了 那个手感就没有了 所以应该是不能做到的 加上它是能做到的,也没有那个质感 没有那个岁月的痕迹 所以你就算看见这个鱼 这些有点坯 有点坯,或者扇条 又好微的坯也有的 崩了,它是自然的 如果你用刀劈了,它是锋利的口 是不能做到的效果 谢谢麦先生 他说两个问题 你不是要翻译吗? 是的,我翻译 是的 他说他为什么这么明白 以前是不是多不多 以及现在能不能做到出来 是两个问题 其实,这些是很难的 其实,这些是很难的 是很难的 现在的 我们可以说它是很难的 而且它是很容易 因为它是很容易 货席的货席 因为 我们不想要 花钱 很多钱 这些东西 也不想要 货席的 其实,这些东西 是很难的 但是,在这些东西 比较的 比较 比较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 的 从这些东西 的东西 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它是很难 货席的 在新的东西 现在 现在 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的 的图牌 其实,不太多 我多謝基金會,多謝馮先生 我想問一個問題,剛才你說黃花梨和紫蘭都不是本國的物種 這些外來的材料進來在明清時代,因為禁海的原因 通常在廣州或澳門這個地方,通過外國的商人把材料贈供給以前的皇上 有沒有機會去了解這些紫蘭、黃花梨、魯窩孫芝 通過葡萄牙人或外國人的商船在澳門這個地方登陸之後 再通過運輸回到北京的造辦處 將它變成一件傢俬或古館 有沒有一些路線圖可以讓我們了解到這件原材料究竟如何在海上 有沒有通過澳門某個地方作為一個中轉站 或者譬如荔枝灣那些以前的船廠、碼頭的地方 再入到明清的政府的官庭 麻煩你 好的,我回答你這位先生 我剛才沒有說過 紫蘭和黃花梨不是兩樣都是進口的 紫蘭是進口的 是印度、世日紫蘭是進口的 在進攻以前 在明朝的時候 他們有商務往來絲綢資料上面 是貧帆的範圍 黃花梨是我們中國海南島 是特有的木材 所以又不是進口的 但是為什麼民間少呢 因為以前沒有資訊 你隔著山 大家隔兩邊山 沒有路走過去 他們就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所以是宮廷有資訊 去運到那些木材上去 民間是不知道的 所以很多地方是沒有用到木材去走的 一般都是就地取材 所以以前的古玉 譬如說古玉 他七國禁亂 他幾個國家 你夠膽他的國家拿材料去走 所以每一個地區 文化不同的玉種 那時候 所以 好了 至於孫芝 孫芝其實以前宮廷沒有用孫芝 要是他軟 軟 和孫芝可能是不適合 即是北方的事後 可能不太適合 因為子壇和鑊花 又稠一點 借幾百年成才 可能連了禁 你都沒有 所以孫芝可能會有些收縮性 各方面有差一點 還有可能運輸方面 沒有最考究 但很少經濟這些港口 我們廣東也是由廣東進入 那些孫芝 那些孫芝 所以我們可以製造工具 所以我們可以製造工具 或其他製造工具 所以我們可以製造工具 他提問問 關於孫芝 和孫芝 而孫芝 而孫芝 先生說 孫芝 是印度的 孫芝 是印度的 是印度的 孫芝 是印度的 孫芝 是印度的 孫芝 寶 孫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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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porea 孫芝 允 因为 Cフォー 芝 孫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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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沒有資料,他們沒有資料,他們沒有資料 所以他們很難用瘋狀來製造物或建築物 那些木屋不是用不利用的 最多的地方是最多的 基本上是在广东的普通 有任何问题吗 我认识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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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看的 是更多的 所以是在桌上,像一堆 以為的評評 而是日常用的 是有學生的可能性的 當他們有高級的訪問 他們會有更加上級的 或是更加上級的 只要你会有高兴设计,你会显示这些物件 然后你会有第二个或第三个物件 因为甚至像这种纸纸 看起来比较多的一种 好,我回来 谢谢你的问题 问题就是刚刚我们展示的很多物品 可能是文人给展示用的 究竟文人平时大概会用多少件物品 比如这些是很帮模放在这里 有些是可能不是很正式的 那有什么物品是文人都会用到的呢? 比如是真的用来用的呢? 由宋朝那时候 很多文人摆到门桌上都是文房东西 无论是楼具、木具、木器 总之是水盛、水洗、笔山、笔架 总之是那一段时间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收录的那些纸片 整桌上都是流行户外文化的宋人 很有生活情绪的 所以各种都有的 玉器、木器、瓷器 总之是文房肉品、楼具 楼具是很流行的 那时候文房野烧檀香、装香、练琴 什么都是楼具的 那时候真是很光泛的 其实有很多类型的物品 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时间 所以我们只能够楼具有四个物品 但基本上有很多物品 所以可以提供楼具有以 tambEum several物品 吃炭炚を用 很多不同的计划 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时间 所以如果你们有时间后 我们可以看到照片 那我们今晚的节目就这样 到最终的节目 谢谢大家 再次来的朋友们 for having us here and looking forward to the next session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Chinese culture. 我們有個公眾微信 文物的群酒 可以在這個講座 有需要了解的 可以加入群酒 之後可以再問 好了,我再次感激 再次感謝再上的朋友 再次感激君樂宜博士 感激再次收聽 我們國內廣泛的朋友 多謝廷先生 If you are interested to Chinese culture feel free to follow us on our official WeChat account and also the group we just created for this lecture only Thank you 大家有興趣的可以把握一下 可以把握一下這幾件文房 可以觸摸一下 不用擔心的 沒有問題的 觸摸 Feel free to have the interaction to touch the object and to take some photos of them 我們拍照 拍照 給我們製造 把握一下 整你的 health 然後再來 說我的 你會不會 你們在感激 一邊 有